那我在開放大家討論之前 我稍微再整理一下兩位老師所說的 那基本上綜合老師兩位老師所說的 那其實新國家的那個人權好像真的不是說人權公約新的很多多漂亮 然後我們是不是又把它內國發話 感覺起來有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決策程序 以及公民參與在這個當中有沒有辦法被制度所確保 變成了主宰人權到底能不能在台灣落實的一個最關鍵的角色 比方說綜合老師分別從立法行政跟司法的這個角度來看看如何確保公民參與 例如說在沒有比方說公投的這個部分應該要能夠入獻 再來是即便在有在意識的狀況之下 人民的這個參與 也應該要能夠被寫入法律當中 然後另外呢在行政的那個過程當中變成程序的這個正當性變成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程序的這個正當性除了政府的資訊公開之外 另外也需要透過例如說像強制聽證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讓就是某一個行政計畫或者是法律甚至一些行政決定上面 所關係到的這個利害關係人也能夠獲得一個公平的一個參與的機會 可是要能夠確保人民的公正參與變成法院 也需要負擔一個非常積極的一個角色 比方說我們現在真的人群團體是見到非常多政府用程序干擾的一個方式 就像剛剛偉群老師已經提到他不是不給你參與的機會 他給你參與的機會 可是他前一天才把公文寄給你 所以他明所以你會後天才接到 可是他公平會昨天就已經居然結束了 所以常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更積極認識的一個司法機關 站在人員這邊替人民法官 然後另外呢這一切也都很寶向 我們需要透過修憲的這樣子的程序來讓剛剛這些需要透過法律 還有再來就是 對不起 還有一個就是選制的改革 我們為了要確保待適能夠代表人民這樣子多元的聲音 我們可能必須要大幅度地去修正目前的國會的制度 讓它能夠更多元 包括是不是應該要瞎熟小檔的這樣子的一個門檻 那這些都是指上一個能夠更去表現出來人民多元聲音的這樣子的一個國會 那最後老師也提出來了 就說有沒有可能這樣子的一個新國家會的是新鮮法的參與 不是在被立法委員所獨覽、所獨斷 所以現在公民宣證推動聯盟正在制定一部公民獻改 參與獻改上去的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希望能夠來法治化這些公民參與的這個保障 那最後宋明老師也是在去呼籲 不管說政府的這些尊重實現的保障的這些義務呢 最後呢就需要透過人民自己的那個力量的展現 才能夠確保政府能夠真的去實現它的那個人權力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兩位老師到前面來 然後讓大家在國看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樣子 關於這個就是這邊他們兩位的那個演講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這樣的包括像現鬥盟或是演員盟的各種各樣的意義都可以 也一樣限於說他們的演講的有 因為他們這兩位都是是不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你們安排什麼都可以問 我可以問 我可以再問一下我們這個資料嗎 可以再問一下我們這個資料嗎 可以30嗎 可以30嗎 我想要做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每次我們在提出經濟改革的主張的時候呢 政府常常會向我們說 你這樣會把資本家嚇跑 好像說資本主義只有一種 你如果反對資本主義的人 那就是難道你是財產主義很好 那所以我這邊是要給大家看說 這邊是有一個比較日本 德國跟法國的資本家 和地方的人他們去做了調查 這個是我可以問 請問一個公司是屬於那個股東擁有 還是所有的人擁有 所謂所有的人 就包括股東 政府 聯工 交配者和方法公司 一家企業到底是誰的 結果我們發現 日本 德國跟法國 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說 是所有的利害相關的人都共同擁有 只有美國跟英國覺得說 當然是股東擁有 那我們因為很大的一部分 承襲了美國跟英國的那一類的想法 所以一直覺得說 當然公司就是 就是讓股東賺錢的 不然呢 不然其實就是像這些 其他的國家一樣 一個國家的企業是 就是留意共同 共同擁有的 不是股東所不想 那我要講這個事情是 這個牽涉到我們 如何去看待事情 我們的想法會決定 會決定我們的行動 所以我特別要把這個提出來 好 是不是大家可以再發言 雖然大家已經有自我介紹過了 可是用第一次來 所以是不是還是再說明一下 你是哪一位這樣 好 我是 我是 台中學生 然後 我的名字跟黃安只差一個字 然後他可能會檢舉我態度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我 有一個老師 就是 因為 之前 去年的某一個時候 我也有講 是講到法國的神醫師民主 那 那個時候也有講到台灣 就知道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 台灣的 莫名神醫師 基本上十多年前 就已經開始出現 不過 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力 極低 就是一直下來 能夠真正影響到政府決策的 一隻手鎖出來 那 對於這個 我是想請問老師說 就是在 如果真的憲法修整通過 那 在 比較大型的 公聽會或者聽證會 之外 那些比較小 或者比較局部的 那些事物 要怎麼樣 能夠 確保 這個神醫師的民主 能夠更深化 然後到 到民間 或者是 甚至想 我們學生在消費裡面的行事 這些 這些我們又要怎麼去把關 謝謝 謝謝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之後 再請兩位老師一次回答 好 老師好 這樣我來問的問題關於就是在工會的組織部分 像在德國鐵務公司他們發生一個問題是 他們居然有工會 可是實質的權利還是比較多是在譬如說比較重要的 例如司機等等 那其他的比如說服務員 就比較難在工會裡面發生 那在工會裡面的分配應該要分配會比較好 比較能夠照顧到每一個職務的人員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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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有提到我們那種通過人權公會的這個部分 不是 就是有提到說已經沒有立法了 那為什麼說在審判上面啊 我們把關還是說 就是有提到說沒有通過那個程序嗎 可是我想說 那那個有沒有通過程序這個應該不是重點吧 重點是我們不是已經 臺灣網友說 說他已經通過就是一個法律 這個地方我就不是很懂他的 到底是處在哪邊的問題 所以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於 法律的生意 就是如果在社區昇華 那第二個是說 公本裡面的階級問題 跟抉擇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有關於 那是我覺得 在法律上面的生意的問題 是不是其實兩位要實現 你是不是就是 我學老師 審議民主席還有一名專家 專家現在正在幫一些地方政府 在訓練或形成這個審議活動的這種模型 不過我覺得問題在於 還是在於法治上 沒有正式的遷入這種制度 所以這種審議民主的活動 通常變成一個 就是在過去都不是 都不是政府或機關有義務 而只是政府或機關呢 有意願 有意願 有意願委託你 然後你就去做 這樣子 會變成一種沒有強勢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兩方面 一個就是審議民主的這個觀念 跟這個操作 它需要生活化 那這個生活化 就是你準備化的完成 但是同一個時間 如果我們要 讓它能夠有效地拘束 國家機會的話 那應該是在法律上 做補強 就是把這些規則 或模型或原則 要放進我們憲人的法律裡面 好 那 我想如果放進了 就是 我們的行政機關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依法行政 所謂依法行政 他們其實他們連憲法都不太看好 他不把你打開什麼憲法 因為他要求 憲法上要求這個 政法程序 他不明明 他必須 他道理就是寫在法律裡面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可能在 在各別的法律裡面 要去推動 這個修法 在一些重要的 在一些重要的程序裡面 把這個強制 做審議 的原則放進去 至於那個審議的操作模型 操作模式 那當然就是還需要去做 嘗試 或是更進一步的行程 但是那個原則 要法律化 我想就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說 比如說什麼東西都法律規定 但是幾個重要的法律 譬如說行政程序法 或者環境很想定不放 一些法律裡面 放進這個機制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生活上的 這種實踐 我想可能是雙管齊項 另外我 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問 我不會問你 請 那剛才你說的那個 你說我們已經通過那個實行法 那法官為什麼 他還可以講 那不算數 這就是涉及到法律專業上的一些巧能 就是我們說 那個法律地下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空隙 有人這樣說他有什麼樣 就是國強的拘束力 但另外一些人也可以說 因為他不是憲法上的規定 他也就是跟其他法律一樣提起的規定 是憑什麼事比較重要呢 憑什麼事比較重要呢 他又不是條約 他又不是憲法 他憑什麼 憑那個法律重要 那這在法律的解析上 是有一些巧能 雖然我們會講說 那個如果我們強要法律事觀念的話 我們是有一個解釋技術 可以讓那個實行法的效率變得很強的 但它不是絕對 就因此說 我們想要改變這個情況 只好把它入憲 讓那個法官沒話說 葉總統 我先接著回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公約等生 他的這個書寫的方式 是比較原則性的 所以法官要直接拿來做審判的依據 他們會覺得好像 沒有像法律寫得那麼清楚 那所以 我們在這個兩公約實行法裡面 其實是要他去參照 原來國對這些公約是做的警示 但是他們就覺得 參照這個詞 好像只是參照可以嗎 好像沒有真的生那麼強 所以 就是說 我同意說 那個過程是在於 我們不能把公約當成 只是柏萊品 雖然有一個原本書 陳陽華老師寫的 公約完全不是柏萊品 但是很多法官確實認為公約是柏萊品 那我認為缺乏就是我們的這樣子的討論 夠多人把人權當一回事的時候 把官確實把他當一回事 這是我的想法 那在公會的部分 我也覺得說 連公會專家另有其人 那我這邊能夠講的是說 其實 並不是有公會之後就解決問題了 因為公會的裡頭 誰來當公會幹過 就會掙扎不同的工作的部門當中的這個角力 但是有個普遍的現象是說 公會的這個形成的過程其實是製造業為主的 那製造業的時候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說 很多人都在這邊工作 然後誰做什麼工作 有比較清楚的職級 就是我今天是一個不少便的工人 做什麼 變成小便工 變組長 變成女班 那那個職級相對應 在公會的形成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對於服務業來講 就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因為輪班的關係 所以譬如說 就以7-11來講好了 他的理論上他的員工便不全多 可是每一個人能夠看到的他的員工 夥伴只有只有那幾位 所以就服務業來講 你要去組織一個公會 其實是比較難的 譬如說司機他永遠都在外面跑 但是製造業的這個核心是在裡面 那這個也牽涉到說 就一個企業來講 製造業會視為核心 而這些服務業會視為是壞家的 那本來在職業的分配上面 他的員工權力就很明瞭 所以我想要說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就業形態 越來越多是服務業 而服務業又非常多的輪班 跟這個上班地點的分散 所以就導致說服務業的從業人 去參加工會的這個意願 跟參與部份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再去設計我們的工會法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想說 也必須把這些因素都導致進去 才能夠適應新的工作形態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的評論現在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進入我們 開放最後英文的幾個部分 最後是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廣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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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請問的是說 就是 像今天討論的這個新國家 然後跟那個未來的這個現場 或是人權這樣的一個概念 甚至能夠實現這樣的討論 然後到底 對不起 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出資工程方面的工作 但是 其實這個社會是每個人的社會 但是就是說 我個人 也是在思想 或是在看 其實這個 這樣子的目標 會是 要怎麼樣去達成 還是什麼 有沒有機會達成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 因為有牽涉很多 像是法律 或是影響 或是靈魂這些 這麼多 然後每個人 像 老師有提到 像是 有公司 或是有那個 財團 或是有那個 勞工 這麼多的 各種人 他的立場 或他的生活 狀況都不一樣 那 我想簡單的問就是 那 因為已經成立一個 這樣子的組織 跟那個 最大的困難 會是在 什麼地方 那 或許 從這樣的看法 再去 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或許是需要 什麼樣子 嗯 做我的 能夠達到 這個 比較好的地方 來 對 這個是 多元 多元 要如何產生 共識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這一年 一直都在思考的 一個問題 那 照理說 在兩位老師回答之前 是不是還有朋友 然後 現在最後在核問題的 怎麼樣 我想要提出一些 想法 也 也許可以 大家做一些討論 也許兩位老師也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在談到 政治權利 跟經濟權利 其實 在政治權 跟經濟權 其實我們在 瞭解說 在人權的概念裡面 常常疫情會講說 第一代的人權 或第二代的人 但其實 尤其是在 或者說我們也知道說 比較 所謂的 進步的國家 或者是說 開發國家 跟一些發展的中國國家 對於政治權利 跟經濟權利 都會有不同的一些 詮釋 解釋 甚至覺得說 是一個 對地的關係 那我再仔細的 談深入一點 比如說 我覺得說 其實 就拿以我們台灣社會來講 其實台灣人民 對於政府的角色 就會有不同的期待 有人會希望是 大政府的角色 可能有人希望說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可是如果從 也許從政治權利上面 公平的政治權利 可能我們會希望說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變相越來越自由 越來越開放 可是當 我們認為說 如果 我期待的政府的角色 扮演是一個 因為比較 管得比較少 自由開放 可是相對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政府角色扮演成 這種小政府的角色的時候 那在經濟權力上面 是不是也會被受到影響 那其實我一直在思考 政府角色 到底在台灣人 對於政府角色的思考 是什麼 這件事情 那不知道老師 兩位老師 會不會有一些什麼樣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 我好想回應 我好想回應 再多一點點兩個老師 可是我覺得 我做一個人權工作 我也很想回應 其實 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 然後也不是那麼 喜歡聽到第一代 或第二代 或第三代的人權 因為我一直覺得 就是說人權 就像在1990年的 1993年的 我也拿人權肛門之後 事實上都一直在強調的是 人權的不可分割 想互依賴 我覺得大家 其實是可以去想 為了靈魂自由 靈魂自由 靈魂自由是第一代的政治群 所以我們當然要求政府 我們從表面來想 當然會希望說 政府不要來做任何 干預言論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所以政府最好不要做任何事情 可是這個是這樣子嗎 為了促進靈魂自由 他所想要達到的那樣子思想的 一個溝通 那樣子的目的 政府真的可以 有很多任何事情嗎 政府應該要提供 讓人民 類似像這個地方 讓人民有表達意見 而且人民不是只有說了就算 人民想要說了之後 會聽到 而且能夠得到 像剛剛這個 也有說 充分的討論 所以政府當然應該要做很多事情 政府應該要提供公共的頻道 提供頻寬 提供實質的 一個實體的茶喝 然後來促成這樣子的一個公共討論的份量 那回到剛剛所謂的第二代人權的 剛剛那個經濟權 就像剛剛老師也已經提到 而在工作裡面 你難道只能求 你的求溫保的方式 事實上很多必須要透過傳統的政治的權利 比方說那個經濟民主的那一塊 我要求我要能夠參與公司的角色 那這個就是最典型的政治權利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傾向說 我真的覺得權利跟權利之間 絕對沒有像西亞婦永說 你先吃飽了 你再來購選票 沒有 你沒有選舉的那個能力 你就是會餓死 因為原來有蠻多的社會經濟學派 事實上有做過研究 他們曾經比較了印度跟中國的那個政治形勢 跟他的經濟表現 他們就會發現說這兩個國家 雖然都是發展中國家 而且經濟中央都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在印度從來沒有人發生 因為饑荒而死的這樣子一個現象 可是中國地大五國 可是常常有幾年是連年的期望不斷 所以他們最後得出來的一個結論是說 印度是一個相對 相對民主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有一個民主的這樣子一個機制 比方說做不好的人就要下台 類似像一個民主這樣子的機制 去保護了他的那個經濟上面 多少保護了他的這個經濟的安全 所以對不起我講很多 可是我只是要想說 我自己會不傾向說大家去硬要吧 就像總理說的 進去把政治政治權利跟經濟權利給對立起來 我會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講義起來 真的 不好意思 我們上次說兩位老師有沒有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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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公會他其實是比較有能力 能夠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有一些其實他連鄉組公會 可能都很會談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就是那個到底是 有沒有辦法進入到公共的討論 就是我覺得裡面 在台灣目前好像卡了一個很大的病 就是有人去想吃不去談 但是好像一直跨越不過去 尤其像你要把這個議題擴展 但比較大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反倒式民間的反彈其實比較大 因為這個其實是我們主持的 所以我覺得你不是說只有特定的財團 要大動量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很多老百姓 當中沒有辦法帶動他去想 那他就不會想去談到這個區塊 所以今天法令去定了 但我不曉得這個會變成說 他剛好就是一個建法 他反倒更積極去反他 或者是搞不好他也是個奇蹟 就是因為為了反他 所以更能夠製造出一些對話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選擇英美這樣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剛剛老師講到的 日等棒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那其實是一個抉擇 而且他是要一段時間去發展出來 那台灣之所以會走美英的這個模式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我們沒有想過 我們自己到底要求 其實我可以稍微再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這問題由你談的一個部分是說 這位朋友認為說現在嘲笑英美的這個方式 是人民自由選擇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或許好像是會很 是因為人民自己選擇要走 這樣子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這個路線 但是我也可以經兩位老師去談一談說 這樣子的東西到底是不是自由選擇出來的 然後您的問題其實也跟第一位朋友的部分是相關的 到底那個公共討論 還有人我之間到底怎麼去構成 那一次說像北歐國家的那樣子solidarity 或者是怎樣的那樣子的一個取貿人物的方式 有沒有把握給你分毫無意 就是先講剛才講的那個審議的可能性 還有他的進入的障礙 我們對這個感受很深 因為我們在推的是憲政改革的公民參與 那大家聽到憲法這個東西就很怕死了 我問了什麼什麼的關係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 我想起了什麼面 第一個是溝通五連的問題 假如我們問的 我們要做憲政改革 可是我們問的問題是 你對政治有什麼感覺 OK 你對有沒有政治難不滿意 你有什麼不滿意 你從政治上要得到什麼痛苦 如果用這種方式來問的話 可能就會有很多意見出來 這是一種波動的方式 第二個 當然有一些東西確實有進入障礙 譬如說 我們要去問這個國家的 總統跟行政院 跟立法權的關係是什麼 看起來很難吧 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 在這個審議過程當中 我們並不是認為說 隨便一個人叫來問 就可以問出答案 就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要被充分的告知 所以審議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個給予資訊 讓你進入 有辦 就是多少能夠進入門檻的過程 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有一個正式的審議過程 審議程序 它其實是有一個學習過程 學習過程 那在這麼多人 如果要跟我們參與一個題目 大概不太可能 所有的人都可以學得一樣多 所以就是在紀錄上 可能有些設計 讓有一些人 他會做最終決定 他有機會進入最終決定 他會學得更多 但是他的人 就是有開放參與機會 重要的是說 你只能表達出來 你的意見 可以被記錄下來 成為後面審議的基礎 那也就是一個 也就是一個 怎麼講 一個負獻 這樣子 所以審議 其實不是讓你當一個口白的事 就來談意見 而是會給你資訊 那第二個是說 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 如何形成 就是每一個人想好不一樣 就是 他剛剛有一個問題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是這種資訊出來的 從這問題來問 來回答 我認為其實不真的是 這是我們學的觀念 因為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 這個 觀念或想法 其實是透過 知識精英 學界 然後 把觀念帶進了政府 然後 這個 政府跟 學 和 產業 和媒體 他共同的行錯了 這個觀念 然後 我們是 因為我們或許沒有 參與 的 概念 沒有主動的概念 我們就不或是 資訊的接受者 所以 我們就以為我們 同意了這個 這個 這個方向 其實我們是被制約 那有改變這個資訊狀態 當然 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受其苦 就是 有深受其苦 才有機會去反省 那今天我們 所以 我們覺得 所以 有機會 是一個推神力 民主或公民參與的契機 是因為 我們正好經歷這個痛苦的時代 或痛苦的生活 我們把握這個 這個感受 這個感覺 去 來 讓大家 用那個 權力意識 說 我是可以 來 改變這個痛苦的狀態 我是有權力 改變這個痛苦的狀態 好 大概是這樣 至於大政府 小政府 我覺得 這個說話不太粗糙了 就是 你要用 大政府的理論 或小政府的理論 來看國家事務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太過簡化的事情 我覺得要看政府的功能 是反過來看 就是到底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遭遇了哪些東西 我們需要什麼空間 我們需要 什麼樣的公共協助 我覺得應該是反過來看 大或小 是結果 而不是一個前提 那個 其實 台灣的政壇 一直被 我們的國會 一直是 代議政壇 控制 從一開始到現在 所以 我們 可以說 我們國內的法律 就是反映了 一群人的意見 那個 我記得 馬英九先生 在剛剛選總統的時候 他曾經 立下侯願 要來改變國內的稅制 那 有請了很多的民間的委員 那 進去一起談 但是 跟民間委員 談了兩論之後 他就有 忽然有個早餐匯報 是跟國內的重要工商團體一起談 談了之後 他就說 我任內 不會對稅制做大規模的調整 所以那幾位民間委員就 憤而辭職 所以 確實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是 政治力 雖然看起來是全民選出來的 但是如果 如果政黨的黨中央的這個八號施令的權力這麼強的時候 那我們很難保證說 他不代表少數人的民意 其實 有可能經過強力的政治運作去產生的 那 所以我一直很 很希望我們的憲法裡頭也寫進去一條說 這個黨中央不能去要求他的黨籍立委去做什麼事情 如果這樣寫的話 就會覺得 是一個進步 大國的憲法就會這樣寫 那 另外一個我要說的是 我們一直以為 可能也是真的 就是說 要求公平跟效率之間有必然的衝突 就是說 我們如果容許政府管的很少 放任企業 或者鼓勵企業去做特實這樣子的投資 或者去裁員 或者去發展某一種特定的科技 那 這個是效率的展現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不斷的競爭 不斷的淘汰 所以一定有人會吃虧 對不對 那如果政府希望介入說 不要那麼不公平的話 就會折損效率 會影響大家的投資意願等等等等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那個問題 但是我可以借用 那個艾克森最近出的那本 扭轉貧富不均 他最後的結論就是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都希望做到消解貧富不均的這個情況 對整體經濟會不會有影響 很多人我們都覺得一定會 要求公平加重稅的資金跑光光一定會 但是 他成立因為他是 原員的這個淵博的學者 他說 不一定會 那同時 我也看過在 在 就是兩位經濟的講述 Logos Rerman 跟Solo 就去 談他的書 也說不見得啊 不見得要求公平的時候 效率就一定會減少到 讓整體的經濟發展 受到嚴重的影響 不見得會 那我覺得我們一向 都受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要求怎麼樣 我們的企業就會黃光 然後我們都說 先不要談怎麼分 先把柄做大 我們總想對經濟的言論 把柄做大再說 不要吃牌子病怎麼分 所以我們都 政治人物特別是說 我們先 先把經濟再談多米 甚至我們在談公平的時候 我在學校會學生 藍料辦公平 大家就說 談公平有意義嗎 社會性公平 我們一開始就把公平的 這個概念給予掉 所以我希望說 再把那個想法再把它拉回來 那第二件事情 我其實想要回應中文的事情是說 那個 經濟權跟 就是政府的權利 跟人的這個 自由當中的這個 牽連的地方在哪裡 我想一想 我覺得說 那個是對於人的財產權的一種 一種承認或者限制 因為我們都認為 人的財產權是我們自由的一部分 特別說像美國的 像查黨這樣的黨 他就認為說 所有的財產都是我自由的一部分 你要跟我的課稅 那就是來強默 政府是強盪 所以我不想要 講任何的稅 所以我想像當中的一個 政府是這樣 就是說 他對於人的其他的自由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公民權跟政治權 他的介入是越少越好 唯獨對財產權的這個 要介入多少 他必須要來調節 當社會的貧富不去 擴大的時候 他就要調節的生理點 所謂調節的生理點 就包括說 我們的稅制要怎麼調 哪一些政治 哪一些經濟或金融上面的操作 是不可以的 譬如說我拿房子的財產 去產生某一種 延伸性金融產品 然後再去炒那個 那個 我還沒收到的錢 再借給別人的那一種歷史 這個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會建議說 其實政府對於人的財產上面的 那個 要有多自由 我們政府要有這個 比目不去的程度來做一些調節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限制 但是會有其他的自由 要不要創造這個網站 這一點點 我還要挑戰我 失散時間的關係 我會覺得像 現在 特別是沒有愛玲瓏 去用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 事實上一直在重溫 言論自由的那個範圍 所以一個年則上面來講 我們一定要盡可能讓 每個人言論自由最大化 可是難道言論的自由 跟內容沒有極限嗎 因為比方說 如果今天 就像 就像有一些人群是歐洲的人群學者來講 他們會覺得現在在台灣發生了一些 有關於種族歧視的言論 就是在歐洲是完全全不可想像的 那甚至在美國 如果是種族歧視的另一類的言論 又會被認為是最嚴格要經受到一定的一些 我現在的一些解釋 特別是在種族歧視跟種族增衡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不完全同意說 我不完全同意說 是不是在政治自由權的這個部分 政府真的應該要盡可能的放任 雖然一個程度上面我同意說 其實很爛的言論應該要讓市場 相對的市場旗幟來淘汰他 意思是說不是不允許沒有愛聯盟 去說這一些歧視性少數的人的話 而是說要讓他被這個市場截止 可是我覺得我們同時必須要照顧到說 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已經有非常多性少數的朋友 他們的人性淹延 受到了非常非常深的傷害 而他們的許多的政治自由跟經濟 包括組織相對這樣子的權力也受到 傷害說我覺得我今天在這裡 我沒有辦法這麼放心 或者是這麼坦然的說 說對於所有的言論的內容跟自由 都是不需要 都只能採取放任 不得干預 否則就是欺函利用自由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是我想要分享一個是說 不管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 我覺得去衡量政府要不要做什麼這件事情 應該是看人民需要什麼 我覺得很多經濟學家可能會 最大的就是公立主義者 會用幸福來衡量 就是每一個人生命能夠得到最 就是最多的人能夠得到最大的幸福 做了衡量的基準 可是我們可以不同意這種公立主義 可是我們或許可以考慮的是說 是每一個人民的發展機會 都能夠得到最大化 每一個人都能做 自己想要做的人 然後不能達成這個目標 政府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就是這個標準 所以不是一個大政府跟小政府的概念 是每一個人 擁有他的人性尊嚴跟他發展機會 來作為定奪政府 應該要做什麼 這樣子一個標準 我可以想補充一點 我覺得要結束的不是罪名 而是權力 那 power 對 各位 我要提的概念就是說 當自由被集中的時候 它就不只是自由 它就是權力 OK 我們之所以會遭受到 新自由主義上的這種 剝削 是因為在這個 在這樣的 這個 規則的運作之下 那已經把某些人自由 它已經放大 變成了權力 而它會自由自明 要求你不要去解釋它 如果我們認知到 自由的集中 會變成權力的話 那我們就有非常 要求你成功的理由 去限制那個權力 我們剛剛講的 講話也是一樣 我們講話如果是在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同樣機會 的講話的時候 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理由說 你可以講 然後你講話別人會難過 所以你不可以講 可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發生在校園裡面 有某些聲音 它講話出來之後 會決定 那個 人跟人之間的 這個權力關係 那那種話 那種語言 教會說要限制 這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有 性別平等教育法 去讓學校的那個 那個 那個 人我關係 不會某些 言論 去決定那個 有差異的權力關係 你想想看 就是說在校園裡面去 如果去 傳達那個 某些人是比較沒有價值的 這樣的想法 在那個場合裡面 很容易去形塑 這裡面的人跟人之間的權力 對的 如果是這樣子 它就不僅僅是自由問題 它是權力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 需要加以解釋 這是我看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知道說 兩位老師是不是有 最後一句話 可以跟 作為今天的等級 好的 一開始我們都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 不過我剛剛看 好像也沒有人拿瞌睡 那我想要說的是 不要因為我講的沒有很好 所以就喪失了這個問題的興趣 好 那我會鼓勵大家說 關於公平 跟社會正義 跟經濟權的負責 大家還有機會 還是多多的接觸 謝謝 好 那我們是不是最後 再謝謝這兩位老師 謝謝 謝謝